在今天的政治重頭戲 我們就要帶你來看到是 郭霞佩已經正式成行了 兩個人要來挑戰的 當然就是2024的總統大選 不過在這之前必須要先跨過的 當然就是連署門檻了 來看到呢 這是五黨籍總統參選人郭台銘 在今天上午就跟他的副手人選 賴佩霞 兩個人現身來到了中選會 遞交了被連署申請書 也繳交了百萬保證金 而接下來要啟動的 當然就是全國的連署站點 而郭台銘在今天也告訴大家了 他會廣泛來設置這個連署站點 就是要讓民眾很方便的 就可以完成連署 但講到賴佩霞這個角色 大家都知道才剛剛冒出來 現在就引發了很多爭議 尤其是外界非常關注的 也就是雙重國籍 他要放棄美國籍的部分 好 我們就要來看看了 其實在今天郭台銘是搶著 來幫賴佩霞回答的 表示這整起事件 在他沒有跟賴女士見面之前 就已經知道了 現在已經找律師來啟動了放棄程序 他有把握在規定前 就可以完成相關的合法手續了 但講到賴佩霞 過去他演過一個角色 也就是林月珍 但過去是演戲 現在是真的本人要來選了 媒體也會好奇啊 你的心情上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到賴佩霞是用四個字來形容 他說心情就是高潮疊解 那麼也說呢 在經過這樣的訓練之後 他跟郭台銘會成為更有毅力的搭檔 兩個人的心只會越來越靠近 不過才剛剛宣布要來選副總統 其實也引發了相關爭議 包括在舞台劇的部分 其實在今天 媒體當然是一直在問 但你也看到賴佩霞表示說 當中牽扯到了很多細節 希望在今天不要失焦 而緊接著呢 在現場這郭台銘的支持者 一陣歡呼聲當中 你就看到郭台銘是牽起了賴佩霞的手 兩個人離開現場 而針對媒體的疑問還是沒有答案 郭台銘與副手賴佩霞來到中選會登記 成為被連署人 郭霞佩再度露面 延續經典風格 淡藍色西裝搭配純白套裝 連上笑容卸著自信 繳了一百萬保證金 拿起收據合照 還特地把C位讓給郭台銘 不忘提醒要隨時微笑 賴佩霞叮緊肢體表現 但外界也拿起放大鏡簡直 我相信經過這樣的訓練 我們一定會是一個更有毅力的搭檔 我與賴佩霞女士已經完成 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副總統 連署登記的程序 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日子 亮相記者會不到二十四小時 過往一一被起底 更被踢爆當前還擁有美國國籍 賴佩霞急忙拆彈 在還沒有見面之前 他就知道我的狀況 然後我們在第一時間 就已經提出申請 雙龍國籍 在我們沒有見面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了 我們有把握 在法令規定日期之前 完成一切的合法手續 郭台銘馬上護駕強調會趕上十一月二十四登記截止前 完成放棄美國籍的手續 但雪上加霜的是賴佩霞閃電磁眼舞台劇表演 被轟一參選就沒有誠信 還有中國近南大學法學博士的學歷認定問題 該怎麼解釋 聽到敏感問題賴佩霞身旁五十位的年輕支持者 馬上歡呼鼓掌蓋過媒體追問 更快閃離席讓皇室休案奈媒體 當季連署後獨立參選起跑 壓力測試也正要開始 記者綜合報導